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我们非常感谢谭博给我们的开示 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发问 我想问一下 我作为一个大学生 现在面临着很多的压力 比如说有家庭的社会的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怎么样才能在这样一种压力下 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呢 作为大学生 确实现在有些人可能 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前途 基本上读完了就可以了 有些人也想到自己的生活 包括家庭的责任各方面有很多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面前一方面我认为自己要坚强 要学习 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我刚才讲了这个社会非常复杂 非常不公平 我以前遇到很多大学生 他在学校里面觉得很纯洁 而且到了社会上一年二年 他原来的本质基本上不抛弃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跟社会同流合污 所以自己要有一种非常顽强的历力 同时也不能过于去追求 我们激公和尚 好像以前的一世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说是一生都是修来的 求什么 这样说的 所以说我们即生的有些可能地位 财产 很多都是跟前世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我们佛教并不是完全是宿命论 完全是民众注定 不是这样的 也有暂时的因缘 但是确实跟前世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自己从自我的角度来讲 努力 但同时我们还要自己留一份空地 万一我所追求的不成功的话 我不能太伤心 也不能太忧愁 应该岁月 我本人不管是弘扬佛法还是做什么 都是尽量这个岁月 我努力 努力不成功 就没办法的 谢谢 好 那边那位 那边有一位男生很积极啊 你好 看部 我想问一下关于仇恨的问题 就是佛教里面对仇恨的解释 你是 你是 我是医学院的 比如有个假设某个人 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伤害了你的亲人 你自己心爱的人 甚至是杀害了他 就是这种仇恨 可以说是在现代社会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 但是 即使通过法律解决 我觉得自己心里这个坎 还是迈不过去的 就是这种仇恨 不知道佛教里面是怎么解释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小问题就是 我以前听那个基督教里面有人说 他说佛教是不合自然的 因为佛教里面是 入佛教的人是不能娶妻生子的 这个好像是有点违背自然 我想请您解释一下 这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怎么说的 就是佛教徒是不能娶妻生子的 不能结婚的 佛教徒是不能结婚的 不是要出世吗 不能结婚 然后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点违背自然 因为人类社会都要是结婚来繁育下一代的 两个问题 好 谢谢 第一个问题 你说的佛教怎么样对仇恨 其实我刚才讲的大乘佛教不管是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 但真正的佛教的教义说别人害你的 别人对你不公平的一些破坏在这个时候要修安然 这是我们佛教的六度当中 修安然波罗蜜多如果没有害你的人的话 没办法修所以众生和佛陀没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呢 没有众生我们没办法修安然 没有办法修安然的话不可称佛 因此我们现在佛教最伟大的一个精神之处 就是任何一个人害我的人把他当作我的善知识 这是我们一般人来讲很难做到的 但是佛教最究竟的教义就是要修安然 不能一样换一样不能进行害他 这样一来对你个人的修行境界越来越提升 第二个问题佛教并没有讲不能结婚 佛陀在《阿含经》还有《善生经》 《善生经》里面讲了很多丈夫的法相 条件 妻子的条件怎么样爱护孩子等等这些道理 所以佛教并不是要求全部都是要出世 要全部到圣山业里去出家 并没有这么说 而且佛陀在世的时候在家人是大多数 出家人是极少数的 因此佛陀专门为在家人讲《悠婆塞经》 还有《善生经》等等 所以佛教并没有提倡所有的人出家 但是由个别的因缘成熟 堪破世间的时候 也允许出家 应该是这样的理念 刚才那位学生问了一个问题 我也假公祭司问一下这个 堪破一个问题 其实我也是在想 因为可能我也没有皈依 但是我一直非常想亲近到佛教 但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佛教让我们放下执着 但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都执着于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的执着不是执着吗 执着 这样也是执着啊 是这样 佛教讲执着和不执着呢 其实佛教讲的是二谛 生意谛和世俗谛 当生意谛讲的时候 一切都是空性的 一切都是没有执着的 就像我们《般若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在这个时候 万法包括佛的智慧 极乐世界全部都是空性的 就像《中观根本会论》里面 罗牧菩萨有大量的论证来说 包括涅槃之类的全部 但是在世俗当中 有极乐世界 有地狱 有世间 有轮回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依靠往生法 到了这个极乐世界 真正通达二第五二的时候 所有的执着都是可以放下的 这个《月成伦》是讲了一个比喻 就像我们在梦里面的时候 有这个恐怖 也有这个解脱的方法 当你梦醒过来的时候 恐怖也没有 当你梦中的宣扬和害怕也没有 但是你不能把心觉的这种境界 跟梦的这种境界混淆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二体混淆 所以佛陀在佛经里面讲的是 最根本的就是要懂得二体之间的差别 当我们万物放下 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所有的善 而分别全部都是没有 当你没有到这种境界之前 善还是对着恶的 我们一定要断而行善 极乐世界也是有的 谢谢 我还想接着刚才一位女士 她可能在修行当中碰到的一个问题 她提到一点是简单 怎么样能够让我更简单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讲的 我也特别想 我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能够让我也能够获得同样的 比如说只念阿弥陀佛 我念一千遍 一万遍 一亿遍 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这个看我们自己的信念的问题 如果你信念特别强的话 而且以前的根基相当不错的话 应该可以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大高的境界的话 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博士生的学问 很快的时间当中马上要想得到 或者说通过一种特别方便的方法的话 除非是没有特殊狼尼的人 就是有一定的困难 谢谢 好 然后我们继续 这边的朋友 我们因为在交代尽量的 让我们年轻的学生来提问 对对对 好 后面 上师你好 我是那个浙江工业大学的学生 然后我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学 然后我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刚接触那个 刚开始接触这个佛教 我所了解到的就是 这个佛教可能它 宣扬的是一个是因果论 还有就是它教导人们要清平契合 要去接受以前那些事物 但是因为我现在是那个大学的 刚刚毕业的学生 然后我们要为了未来的理想去努力 去拼搏去奋斗 那这是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那这两者之间 或者说这个跟佛教之间 是不是一种矛盾 那如果是矛盾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应该怎么样去看待 我想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事件的治理 进行奋斗的话心平契合 心应该平静 这是不管对任何一个工作的需求都不可缺少的 如果我们心浮躁 心特别着急 心不平静 在这样的状态下所做的事情成功率不是很高的 所以佛教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 首先是应该观察自己的心 当你观察自己的心以后 如果是心善可以做 心恶的话不做 什么叫心恶呢 也就是说我这件事情是我的冬季 就是顿被害社会 顿被害盟友人 这样的行为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心不平静 心浮躁 所以我们要希求真理的时候以平静的心 就是这样的状态当中寻找你所追求的目标 其实这个应该说是不矛盾的 不矛盾的而且佛教实际上对生活 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完全是一种消极 完全是一种逃避 不追求现在的一些成功 不是这样的 当然佛教还讲一些福德 如果你没有福德的话 即生当中再怎么样努力呢 有些事情可能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很关键 有些人自己觉得我再怎么样努力 别人都已经成功 我为什么不成功 但说明这是你前世当中没有造极福德 如果极了福德的话 有些事情如愿一藏 很容易成功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都要懂得 否则的话就觉得是对诸位的社会 对自己带来各种不平衡 谢谢 大师你好 我是江江江大学的 我是学波音的一名学生 那我今天在这里呢 也有一个问题很小 但是很想问 因为在开始在听这个讲座的时候 确实中间有那么一小段我被影响了 我相信在这很多人对我被影响 就是我身后一个小女孩 她在那里叫唤 然后呢 我看到很多人回头看她 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起矛盾了 我就在想 我到底应不应该跟她爸爸说一声 我说是不是应该让她带这个小女孩出去 但是我觉得这么一想的同时 我是不是又妨碍了她爸爸来听这个讲座的这么一个心 是不是我就妨碍她了 最后呢 我又选择不叫她 可是我不妨碍她 我不跟她打招呼 说让她把这个小女孩带出去的同时 她就影响到我了 因为我在这里就没有办法安下心来把这个讲座听好 在这样的矛盾当中 其实生活当中我经常会有 并且这种小女孩确实出去了 可是我一直在这个矛盾当中就难以自拔 一直就在想着想着想着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师如何 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想 才是对的 谢谢 其实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啊 也是切实于到的一个小矛盾 但是这种矛盾其实也 我们佛教里面讲 心善地道善 心恶地道恶 所以自己经常监督自己 用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相续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关心大家 有时候是关心自己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常出现一些思想上的矛盾 但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我想随时都是应该要观察自己的言行举止 要经常想到自己所做的一些行为 这样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是对我们学习来讲还是有必要的 人不仅是你听一堂课或者说在某一件事情 随时都是有一种四种监督自己 我们藏地有一个出名的论典叫做《佛制心》 《佛制心》里面说 总而言之随时随地用自己的正知正念的智慧来观察自己的身口意义 如果身口意做得不如法的时候 断掉这种过失 如果身口意做得比较如法的话 那么尽情 摘尽 摘尼 这就是我们大乘行者的基本行为 所以随时都是要监督自己 观察自己 这是一种很好的行为 好 第一个前面好了 老师你好 我是知道中文系的研究生 我想问佛家监督自己的内心和恐懵思想当中的反求诸体 也就是反省自我 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在儒家思想当中 其实端处自我 并没有像佛教里面所分析的那么细致 而佛教里面自我的剖析 自我的摧毁 在生意当中怎么样断掉 尤其是像《乳中论》 《智慧品》这些里面讲得很清楚 而儒教思想当中应该空龙的思想里面 只是做我们世间当中怎么样做一个善人 并没有像佛教讲的一样完全抉择为空性 最后如何断掉 最后抉择一种你四遍八息的一种境界说出来 我觉得并没有 只不过对Lita和包恩和孝顺 这些方面提倡的比较多 好 谢谢 我看那边一位男生一直在跟我招手 那个中进的那个刊部 你好 我是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一位博士生 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因为今天正好看到一个新闻 新闻上面说 一位慈爱的母亲亲手溺死了她的两个孩子 而她的两个孩子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她的两个孩子有脑瘫 两个孩子都是脑瘫 她在溺死她的孩子之后 自己也选择了自杀 但是 可惜的是她被救起来了 救起来之后呢 她亲自抚养她的孩子 抚养了13年 抚养了13年之后 我想问问刊部 第一个问题是 是什么样的因果 因为我对佛教理解是我们讲究的是 我们讨论的是必然性 是什么样的因果会造成一个母亲 会有造成这样一个情况 会连续地生下这个脑瘫的孩子 第二个就是说 我想请问的是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正性的佛教徒 怎么来看待 如果是从一个利他的角度来杀害他的孩子 因为他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在他死后 两个孩子将没有人照顾 将会不会活活地饿死 所以呢 他应该选择自己的这种方式 来结束自己的孩子的生命 然后他自己也选择跳到水里面去 自己也选择死亡 那么作为正性的佛教徒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这两个问题 谢谢 这两个问题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 还有人与动物之间的互相残杀的这些 甚深的因果道理呢 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些阿罗汉都是没办法完全明白其中的甚深的因缘 更何况说是我但实际上我们用一些推移的话也知道 因为可能这两个孩子的母亲确实前世对他有杀害的怨仇 就是杀害的怨仇 那么即生当中一方面他们有这样母子的关系 一方面他有前世的这样一种杀害的怨仇在即生当中 否则一般来讲包括动物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疼爱 但是人一般的一些因缘异熟过宪宝的时候 任何控制能力都是没有的 包括对自己的这种宝贵的生命 也是无所谓的态度 所以说这种因缘我们通过推迟 应该知道他们前世是互相杀害的一种因缘 同时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怎么样看待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确实有比较特殊的很多公案 当我们看到一些佛经 尤其是你看到《白业经》和《禅阿罕经》 还有《扎阿罕经》 《毗拉业经》 在几部经典观察的时候 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现象轮回当中 不断地扭转的悲惨和故事一直在扮演着 在这些当中我们都觉得确实是 在漫长的轮回场合当中 人类有各种各样的远远相貌的故事 所以我想可能应该看看佛教的一些故事 才知道是其中的一些深深的意义 您好 我是来自浙江工业大学播音系的一名学生 那么我想问的就是 都说佛是讲究轮回 讲究因果的 那么前段时间有一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 那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听说他得了那个红斑狼疮 是一种免疫系统的那种就是不治之症 我觉得一切都是很措手不及的 那么我想知道的就是 我们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 然后才能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呢 知道自己的因果轮回 这样 前世今生呢 现在国外有很多那个催眠 催眠的这个方法 确实有些可能是不一定真实的 但有些的确也有一些非常真实的一种方便方法 人追溯自己的前世的一些方法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佛教里面前世做什么 今生所作事 那么后世做什么呢 今生所作事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前世做什么样的事呢 即使我快乐 即使我各方面都拥有的话 说明我前世是造善业的人 而我的后世要变成什么样呢 看我今生当中造的业来推辞 这是佛经当中所说的不吹的金刚语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讲真正知道自己前世后世 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人有一种态障 有态障的话基本上前世后世中间的整个过程 被已经迷糊了 所以不一定完全知道 但是我应该通过各方面的学习 人总有一个前世后世存在的道理 我们佛教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叫法乘论师 法乘论师在英明的十两论当中 作众的篇幅写了人应该有前世后世 前世后世的这种道理通过我们明星的形式 不断地延续下来的这种推理来进行论证 所以我们学院里面专门有一几个 相当于你们这里的专科博士生导师一样 在跟很多知识分子进行交流 前一段时间我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学者面前 他在关于前世后世方面他愿意辩论 愿意跟他进行沟通 他现在有充分的理由越看这些论典 觉得当时的法乘论师是最伟大 最了不起 所以现在人们好像对前世后世 有些是不知道 有些是怀疑 有些完全是被一种邪见盲目着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经过比较时间长一点的进行探索 就很重要的 我又想接近自己问两个问题 因为佛教当中 尤其是藏传佛教很注重依止上师 寻找到上师 但是现在好像包括众多的 我们的现在新闻传播也很发达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很多可能不了解佛教的这些民众 也会听到一些对佛教可能不好的一些 比如说某些出家人有一些非议 可能会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来分店 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名师 找到自己的根本上师 这个可能不管现在新闻科技发达还是不发达 其实对我们善知识的选择要一定的时间 宗喀巴大师在《十时五时诵》的讲义里面讲了 要观察上师最长要六年到十二年的时间 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徒根本不观察 听说来了一个上师他根本不了解 在这样的行为 不要说佛教的一知三知识 连世间的一个老师 可能你要去一直需要看这个人的知识 水平 学问等等 我们学生也得考察老师 对 作为学生也要考察老师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随便在街上碰到一个说说我是老师的话 你移植他 可能有一点危险 同样的我们佛教如果他自己没有观察 自己乱移植是他的过失 当然有些上师是真正的善知识 有些人可能不一定真正的善知识 只是谋充的这种也有 但在这个问题上面 学生他自己应该头脑清醒地去观察 其实这个应该是我们佛教徒的一种事情 并不是藏传佛教的过失 因为佛教里面一再要求必须要观察善知识 可是我们佛教徒自己去盲目一致的话 这就是使哪一个教徒他自己的医者方法没有对 就是他的后果应该自己负责 好吧 好 那我们再把时间留给其他同学 那边 作员看部你好 我是医学院的一位学生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如何在 我们平时安住自己的散乱心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有时候 就是修观想 修禅定 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心暂时安住下来 然后有时候我们一旦碰到外面纷繁复杂的世界 那我们的心马上又散乱了 那我们就如何把自己的心一直保持在这样一个就恒定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在家居士应该怎样吃素 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谢谢看部 第一个问题 你那个刚才说的是散乱的心当中安住 可能不是吧 散乱的心前处以后就安住 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修任何禅定 修任何佛教的境界的时候 以前是没有进行喘息的话 可能心很容易 很快就会散乱 但你时间越来越长了 次数越来越多了 而且自己的心的力量进行发挥的话 逐渐逐渐自己所修的禅定的力量比较稳定 所以做禅定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经常讲 一定要长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必须要一个寂静的环境 否则我们凡夫人在外面各种无颜漏色的外景出现的时候 你的分别念很容易去吸引了散乱为外面 沉调容易出现 第一个先开始寂静的环境 时间慢慢长了以后到一定的时候即使你在人群当中 即使你在工作的时候心可以保持自己如如不动的状态 这是很多高僧大德和有境界的禅定式的传记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吃素的问题 当然 汉传佛教历来都是从梁无地以来 有个特别好的包括在家居士也有吃素的一些习惯 从斯里兰卡 包括缅甸这些南传佛教当中 并没有完全强调吃素 其实我们藏传佛教现在也是非常提倡 凡是大乘佛教根据《华严经》 《能言经》 《大涅槃经》 这些经典的教育 佛教都最好是吃素如果实在不能吃素的话 要吃素的过程当中应该进行连写忏悔的咒语 来忏悔的话也可以否则我们佛教并不是全部按一个要求 千变一律并没有这么要求根据自己的情况 其实佛教应该说是很包容的一种思想 每个众生的根基不同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些空间 你能做到就多少就像我们做三世一样的 你能做到多少就可以做多少 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你这个戒律受不了的话 把你如何如何惩罚 如何如何不吉祥 没有这样的 这个做三世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这位以前勇悦了很久 开不忍不切 我是一个我不是大学生 我是社会的多年的游子 那通过刚才的那个听课 和过去看您的很多书 我们觉得您这个对景很殊胜 我们大家对您具足了很多的信心 那从刚才的课已经听出来 那是否佛教徒 皈依是很大的标准 今天是有这么好的一个难得机会 那我想第一个是在看部前面 有一个忏悔的机会 第二个呢 我想看部给我们大家 能否有一个念皈依的一个可能 这样的忏悔的话 其实我们这里很多有些学生 可能以前都没有知道什么是忏悔 我们无始以来的造了有些业 尤其是即生当中 你们有些是杀害生命造了一些业 这种业一定要忏悔 不管是你信佛 不信佛 信了佛以后也会明白这个道理 即使你不信佛的话你念一些忏悔文 念忏悔很简单 我们班子撒多哄 我们现在学院正在开这个法会 听说今天下午灌顶明天开始念八天 每个人要求念四十万遍 所以你们有些人可能吓坏了四十万遍 但我们这里不要求你们念四十万遍 你念四遍都可以 忏悔的咒语叫 嗡班子撒多哄 这样我们光是念一句有很大的功德 确实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以前造了很多的业 如果我们业力特别深重的话 今生的事业有障碍的 很多的工作这些都是业力特别深重的人 特别罪业深重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不成功 会有这个可能所以经常自己做一些忏悔很重要的 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皈依 皈依你们也是自由 如果你自己想皈依也可以 如果不想皈依也没有什么 因为大家都说皈依不是一种强迫 如果要皈依的话我们想皈依佛和皈依法 皈依身 不是皈依我 我皈依的话我不能成为皈依的对境 要皈依三宝有很大的功德和利益 所以刚才有这个要求我念一个皈依记 然后你们愿意皈依的心里面观想 我皈依了发一个觉醒就可以 如果不愿意的话这是当着 也不用盖耳朵 不要紧的 你的耳边听了也是不会有害处 我们应该当时不要ented 我们在南路上 沙子 ayem 我去南路上 沙子 ayem 沙子 ayem 我会俗 你知道 我来遂也 crafts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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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当中的人众生 确实你刚才第一个问题里面所讲的一样有差异 一个是前世的福报不同 即生当中包括我们的相貌 财富 权力 地位 心态都有不同的 这个是佛教在不同因缘的业果情里面都已经讲了 我自己以前学过《百业经》越学越感觉到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千差万别 虽然佛陀在《药与经》里面说是每一个众生具有如来藏得相 从这个层面来讲是每个众生应该说平等的但是每个众生的福报和善恶也不相同的原因 即生当中有这样的差距 我想作为凡夫人可能确实有做利己的成分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里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变成菩萨 不是每一个人都变成能利他者 这是人类最高的一种思想的目标就是利他最珍贵的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从小的教育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最后都认为立即就可以了 立即为中心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世间的各种社会也不会安宁的 而出世间的成就和佛果也不能得到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也应该了知 利他士在所有的精神层面上他是最崇高的 最高尚的 先生 您好 我是从事销售工作的 那是这样子的就是前段时间呢 我有了解到就是马云跟那个李连杰 他们现在做一个叫做太极禅的一个协会 那就马云的观点说呢 他说是这个太极呢可以融合佛家 道家以及儒家思想 这个三家思想的一个精髓 那么他们成立这个太极禅呢 就是想要 就是 那么有些人就众说纷纭嘛 有些人觉得呢 他们这个行为挺好的 那么可以让广大民众都来参与这个运动 那么有些人觉得 可能马云是因为这个事业做到了顶峰 那么现在他是想要 让自己在这个思想界 那么也能够独占凹头 我是一直觉得 因为这三家思想 尤其是佛家思想 那是博大今生 历史悠久 那么就是想 那个上师能不能对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方式做一个点评 这个 因为我本事呢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 我们就喜欢太极禅 就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就是专门放一个大的那个口袋 里面装沙子 然后呢 就是晚上把这个作为对镜 就是老师看不见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经常有一群孩子在那里那个时候是刚刚太极禅比较兴盛的时候 但实际上我后来就了解太极实际上对人身的规律 整个人体的一种规律就是依靠太极图的形象 人天合一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理念 应该说道教从他的一些理论学说上看的话有甚深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很深的研究 其实每一个宗教都有不同的一些窍诀 这种窍诀是真正能实现的时候不管是对社会对自己的人体都是有利的 只不过有些人他没有完全领悟到他的窍诀的甚深之处 只是以个人的分别念开始进行变造 进行造作 这样的话可能跟原始原委的教义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正的一些动作或者生理念的话 应该是很好的 但具体怎么样呢 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 由他的不同的分析来解决 那位同学特意跑过去 是吗 跑到话筒跟前 那就给你吧 那个 坎夫先生 你好 这样子的 就是 我呢 说实话 就是想皈依到现在 说实话 已经犹豫了好几年了 来之前也想着要皈依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想到就这么顺其自然的 也就刚才在刚才的那个过程当中也就皈依了 但是 就是接下来的话 我想询问一下就是说 以后怎么跟丧师保持联系 还有呢 请丧师赐一个法名行吗 好 我想那个 赐法名的话呢 就是今天原以皈依的呢 都可以叫那个 因为我们关键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书大街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的这个传统 这样的话今天一个一个去的话呢 可能也有一点的困难 因此我就共同去一个愿力 今天我们本来是讲大乘佛教 利益他人 我本人的话就觉得是利益 哪怕是一个人得到一点点的利益 都是大家都是愿意付出 愿意努力 所以今天愿意皈依的人呢 就发明为 同意趣为愿力 就是利益众生的利益 然后以后练习的话呢 可能再看看吧 我现在开的微博 然后微博上也看一看 我刚才发了一个龙镜插天 然后他们很多人说是你在杭州啊 所以看看这样 这个 可以多问一下也可以 在这里没有问题 我们满意能问今天多交流一下 那你先来吧 大家拦得机会 刚刚曾经的看部上师您好 我是那个周三一老师的学生 今天得到您的开始非常的感激 也非常激动 然后您今天跟我们讲了就是 我们人要怀慈悲心 要放下我执 要没有分别心 要利他 那么我想就是 我这个问题可能是跟刚才那位男士 有点衔接 刚才您也回答了这个 就是关于利他这个问题 那我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汇根比较浅 所以想老师再给开悟一下 就是 我觉得利他是不是就是说 无时无刻 无地 无所 就是无论何时都是利他 还是在利他和利己之间 找到一种平衡 然后 然后就是尽量尽量的去利他 因为在 因为我们是就是普通的凡人 在那个社会当中 工作当中就生活当中 肯定会跟旁边的人发生一些 就是利益上的一些矛盾 就是怎么去就是说就是 把这个矛盾就是打到一种平衡呢 还是就是说完全的就是说在利他的一个 因为我我我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假如说 我在工作工作当中我要做一笔小生意 如果我完全的利他就是我完全不赚钱 那我就 但是如果 就是人都会有私心嘛就是会觉得就是说 当然我我赚的钱我也不会用到很多嘛 我也可以去去我赚了钱去帮助需要的人 就是说是怎样的去真正的做好这个利他呢 我就觉得很困惑 其实我们这个佛教里面 比如说做生意啊 其他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不排斥的 可以过清新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利他应该没有特定的要求 你必须这么做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态 根据自己的能力 就往利他的方向迈步 有些人可能真的放下我之 全心全意地去投入 现在我们有些老师 有些法师 他们日日夜都是默默无闻地一直付出 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做到 我认为其实自我的发展和自我的提升 价值不高 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社会对人类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有些是有能力 有些是没有能力 不管怎么样 往这个方向 大家独去这个努力 能做到多少就开始做这么多 这位戴眼镜的那位朋友 因为他一直在跟我举手举了好长时间 坎普上师你好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在想这个问题之前 也觉得应该要不要问 因为是涉及到放声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也会去放声 然后据我的一些了解 杭州城应该现在有不少的放声的活动 应该说就是我的观察的趋势 应该是规模越来越大 然后也越来越有组织 参与的人员也特别多 然后放声的这个材数 钱财也特别的多 我本人也是也会去放声 包括我自己也会 个人也会去 但我当时就会有一个疑虑 问的是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我也说的是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后面好多人的大瞌睡 就这个疑虑就是说 我们再过干几分钟 还要过干几分钟 还要过干几分钟 可以再那一块回文吧 对 疑虑就是说 我们把这么多钱财就拿去放声 我自己觉得 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把这个钱财 用来去除了放声之外 做更多的居士们 去做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公益的事情 就像实际那样的 因为大家似乎在上面做得太少 我也看到有人做 但是似乎做得太少 对于放声所使用的钱财特别多 我不知道有没有把这个意思讲明白 因为这样的 你那个问题呢 其实也不能怎么 因为放声的话 毕竟是每一个众生的生命 其实生命非常珍贵 我们任何一个人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其他什么都愿意付出 所以你对每一个众生的生命都是有评论观的话 人们已经答应放声的钱最好是放声 然后其他社会上的一些福利活动 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 但是这个放声的钱呢就是必须壮狂壮有 就是不能动 谢谢 是否也不是大声去做更多的善事 然后能不能弥补过曾经做的小恶 更多的钱 我以前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因为我觉得很多这样的人 说是赚完钱以后做善事 但一般来讲他赚完钱以后他还想赚 然后以后再做善事 一直这样 最后做善事一直不做 然后赚钱一直这样 那如果他做到了 他赚了钱以后他做了善事 是不是他可以弥补到他在赚钱的过程当中做的那点小恶 但这个可能要分析 他做的善事是什么样 当时造的这个恶是什么样 如果它涉及到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杀害其他的众生 因为造恶的话有些非常严重的恶 这些恶可能是很难弥补 没有这么大 比如他经常撒点谎 他肯定是有些欺瞒 做生意肯定得 比如我两块钱买的 卖十块钱 我肯定不告诉他成本 我说八块买的 对对对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讲做生意的时候 华智仁波切在《大圆满前行》里面也讲了 除了邪音和邪见以外做生意的话 其他的八不散已经居住了 所以可能自己在做生意过程当中 做的这些恶意要进行忏悔 然后所赚来的钱还是做一些功德 谢谢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吧 因为最后一个 好吧好吧 那位朋友说是一直在举手 或者再稍微延长几分钟 仁波切 你好 堪布 我是一个皈依的弟子 我想问一下 如何经福德资粮来有利于我们修行 谢谢 福德资粮是修曼茶罗 然后平时自己造善业 要回向发菩提心 然后时时刻刻都是观修 就是做修行 修行的时候 就是用尼塔和乌尔的修行为根本 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 这个已经抢话筒了 好吧 你抢到了 谢谢主持人 我太幸运了 谢谢堪布来到浙大给我们做演讲 然后我是浙大的毕业生 毕业了九年了 以前是学信电的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刊部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今年三十几岁 然后觉得自己人生的轨迹的话 很多时候是有自己的一些烦恼习气 好像把我塑造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自己能够 感觉到自己一些 比如说不好的一种习惯 那么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够把它快速地去除掉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你没有听说 怎么说 第一个问题还没听 就是说 如何快速地去除自己的习气 快速什么 习气 如何快速地去除习气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 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人相信佛的教育的 我是唯一一个 然后我爸妈的话都六七十岁了 我想请问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快速地让他们能够 接受 你老讲快速干什么 因为他们六七十岁了 然后对于老人来说的话 看不见没有建议比较好的休息的方法 好 谢谢 最快速的方法慢慢给他们讲 经常慢慢地常常讲 这样以后他们会快速地进行做讲 然后你的习气最快速地要断掉的话 寂天菩萨有一句话 自己和他人最快速地想获得成就 断除罪障的话那要修自他交换 你看看《入菩萨行论》专门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我们要最快速地 将自相续的烦恼障和所知障习气 要断掉的话一定要有一种幻威思考 现在人们经常讲的是我站在别人的位置 别人放在我的位置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修理他心很容易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很多习气可以消除 就是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那个提问我们就到此为止 如果要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会一直问下去 请刘老师跟我们 感恩所有今天来到我们会场的朋友们 我们以我们共同的心愿进行了一次修行 我们用我们共同的心愿呢 去传播了一次思想的精髓 所以在今天这个刊部开示的过程中 我也想假公鸡丝谈一点我的想法 也许任何一次仪式呢 都可以变得非常的热烈 但是任何的仪式 一次仪式过去以后呢 他留下的东西将会沉浸在我们人的心中 那是不同的 我想今天在这儿 接受了刊部开示的每一位朋友 他的内心深处都会因为自己各自因缘的不同 而留下不同的印象 我也非常感恩这个时空 让我们大家能够聚集在这里 领略一次智者的开示 十二万分的感恩 索达基刊部 今天的课题呢 今天的讲座的题目是 至悲不二 至悲不二 这是大乘佛教最为圣洁的境界 刊部以他的悲心 体调了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无知的人呢 也能获得一份加持 刊部以他的智慧呢 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种下了善根 大家的掌声和大家会心的笑 都能使我们感受到刊部的智慧 大乘佛教的一些根本的经史 他讲因果 今天的这个因 我想它是善因吧 我们让这个善因广大 我想今天的因是一个智慧的因吧 让这个因在我们航城 在我们浙江大学 在我们国家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传播 我们齐请看部和我们一起 共同做一次回向吧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所有见闻者 信他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等极乐国 刊部的开示 是我们在航城 浙江大学里 思想传播的滥伤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智者 来我们浙江大学 让我们共同祈愿 这些智者 长久注视 广传法轮 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这了 我想热烈的背后 一定是一次沉淀 让我们跟着智者的脚步 走向我们心灵解脱的彼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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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